南某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十一 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地藏经》讲到十一页 前面说到佛说 《地藏菩萨》 文殊师律跟佛说《地藏菩萨》 过去到底是修什么行什么愿 才能够有这样的殊胜功德 作何行利何愿而能成就不失于事 就是有这样的不失于功德 这个其实是从果来说因 因为《地藏菩萨》这样的殊胜 一定有他相对的因 佛法讲因果 有如是因才有如是果 那这个因一定跟他的业有关系 那这个业一定跟他的心有关系 那业就是坚固不变的心 所以修情第一个开始都是要立业 就是一般我们说 路道要门发心为首 修行即物立业居先 我们写一下好 发心立愿 那么立愿之后 他一愿取修 一愿取修 那么叫做行愿 发何愿 修何行 他这里有讲到所谓的做何行立何愿 那么先有愿 然后有行 普贤行愿品 基本上先有愿 变就是你有那个心 你发那个心 而且这个心坚固不退 那么后来一愿取修 通常都是这样 不过我们看的是 我们看的经基本上有 以一个佛 已经成佛的 或是将来会成佛的菩萨 为模范 然后告诉你 这个菩萨为什么这么殊胜 然后他过去 一开始是发什么心 后来是怎么样意愿取修 那修到怎么样圆满 现在才有这样的菩萨出现 不管是普门品 不管是药师间 不管是阿弥陀间 不管是无量寿间 都是这样 那后来我们 我们的 这个有些佛弟子 误会了 就认为 其实他为什么要这样跟你讲 就是告诉你他是怎么成功的 那么你要像他这样成功 你也必须像他这样做 那后来我们就误会了 就变成他这么成功 所以他的功德不可失忆 我们只要拜他念他 那么就会跟他一样 那没有 因为你没有跟他一样的 没有跟他一样的行 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成就 到他那样的功德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误会 比如说 像无量寿间也是这样 他会告诉你 这个法战比丘 这个阿弥陀佛 他那时候还是比丘菩萨的时候 他是怎么发愿的 是法达愿 然后他是怎么修行的 就行到现在有这样的功德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跟你讲 就是告诉你 你如果要跟他选 像法战比丘 也是他问那个四字在王佛 这些佛到底都是 发了什么愿 修什么行 然后他要知道 后来每一尊佛发的愿 修的行 他都要跟着做 所以他才集合起来 那么修无量寿 那么现在我们变成不是 阿弥陀佛修好了 然后我们只要念他 拜他 我们就有他的功德 这完全不符合佛法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观念不是佛 这个跟念耶稣 念上帝 念阿拉 然后他就把功德给我们 就消我们的灾 念我们的罪 增加我们的福报 没有 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要先知道 那么一愿起修 修就是修 通常这个是佛法里面 他一定要有这样 那么 行愿 首先在发心 发心 就是佛法不离开三种发心 就是整个佛教里面不离开三种发心 一个就是真上身心 所以我们再稍微讲一下 一个就是真上身心 真上身 一个是出离心 真上身 一个是出离心 一个是什么心 一个是什么心 菩提心 其实就是这样 你看就是这样 就是 你首先要确认 确认你的意愿 你的目标是哪里 如果你要解脱 你要有解脱的意愿 如果你要成佛 你要有成佛的意愿 成佛的意愿 就是菩提心 这个菩提是无上的 就是成佛的心 出离心 是出离三界的心 就是解脱 要有解脱的意愿 要有成佛的意愿 那这个真上身 真上身就是 我的未来要比现在好 我的现在要比过去好 我下辈子要比这辈子好 真上 福报更好一点 更幸福一点 更美满一点 更长寿一点 家庭更美满一点 那么这个基本上 所以他这个叫做发心 佛法不离开 他基本上就是三种发心 这个如果你要 你要真上就是 你要过幸福美满的日子 那么你必须修武器上 火报就是什么 这是冷天 或生冷或生天 看领修的程度 如果你要出三界 这个就是不剁三恶道 这个就是不剁二道 等一下会讲不剁二道 就是说我未来不要再 现在有的苦我不要 没有的苦我也不要 那么我就是希望 我能够想美满 那么这个就是 你要不需要解释 因为你的苦是从什么来 从杀到遗忘来的 从烦恶来的 从业来的 所以他告诉你 这个即使是不剁三恶道 这个是出三界 就不在三界 这个是要成佛 既不出三界又不剁三恶道 在世间又不出 出世间又 就是说你既不出世间 那么你又不染灼世间 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在世间 但不剁三恶道 那么这个是出世间 出三界 那么没有轮回 这个是成佛要行菩萨道 在人间行菩萨道 然后他在人间 但是不染灼人间 也不会剁三恶道 那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世间 这个叫做出世间 这个叫做世出世间 那他修五界四三 得了一篇果报 这个是果报 这个就是行 这个是愿 发心立愿 修行正果 这个是修行 我们学校 我们先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不离开这个 这个是不剁三恶道 不剁二道 二道就是三恶道 这个是不剁二道 那这个是修行 要修什么行 那你发不同的心 立不同的愿 那发这个心 你不能够发了 天天发明天就忘记了 那个就不叫做发心 发心之后 这个 这样的意愿不退 愿就是 坚固不退的心 不退转的心 那个叫做愿 那么所以 出离心 那你如果要出解脱 你必须要发出离心 出离心要修什么 要修什么行 要修戒定位 叫做三绝八圣道 这个叫做五戒三 这个叫做三绝八圣道 三绝八圣道 那么你才能够解脱 戒定位 那么发圣道 你才能够断盘 得解脱 那么就是得什么 得阿罗汉 真文 真文果 最高就是正阿罗汉 那就出三绝了 那菩提心 要修什么 六度四射 六度四射 六度四射之后 那么正什么 成果 所以 不管 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 他都不离开这个 发心 修行 圣果 这个就是目标 到达目标 那么你先要有 你 你为什么来学佛 你学佛是想得到什么 或想远离什么 那基本上是这样 你来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想得到这个目的 你必须要做些什么 这个是我们必须知道的 那我们现在的人 那么大部分人的学佛 基本上 要不是借进取就是见取 见取就是说 你这样的观念 你这样的观念是错的 你并没有办 你这样做 并没有 并不是正确 你这样的观念并不是正确的 比如说无音论 比如说有音论 就上帝创造的 一切是上帝创造的 或是一切是没有任何因缘的 反正就是你的观念上 你的观念上有严重的错误 这个叫见取 那么你的方法 或是你的 当然你的观念错误 它也有一种就是 你这样的原因 我们叫做非因 基因 非果 基果 佛法里面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的佛教界里面 一直存在 尤其是大部分的居士 像现在千零要到 大家知道 法会非常多 那么这些法会 基本上不离开 不离开所谓的超度 祖先 超度冤亲再者 不离开这样 但是这样的观念 像地藏法门又特别跟这个结合 那么所以这样的观念 即使是说 我们在这边送完金 那么就可以超度我们的祖先 超度我们的冤亲再者 那么我送普门品给观音菩萨天 送地藏金给地藏菩萨天 送阿弥陀金给阿弥陀佛天 然后阿弥陀佛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就会 就会满足我的愿望 那么这样的观念完全不符合佛教 业果缘起的观念 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 为什么 这个叫做非 佛法里面 我们现在先讲 佛法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直在佛教里面 那么很多居士一直没有办法 从这个挣脱出来 从这个束缚里面挣脱出来 你真的要学 你要懂道理 你不懂道理 你学的不是佛 你都不知道 真的 你拜的不是佛 你都不知道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有效就好 不是 有后遗症 有副作用 真的 而且还不一定有效 因为你不知道 佛就问你 你超度了 你确定他超度吗 你确定是你的祖先超度吗 那他为什么 我们先讲 第一个 什么是超度 为什么要超度 谁需要超度 谁可以超度别人 你要先弄清楚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 那 你说 那你的祖先 现在都神天了 你还要超度他 他超度你还差不多 对不对 假设 他天上都过得比你好 那你还要 你还要买很多东西去供养他 他吃的都比你好 天上吃的比你好 那你还在这边送经 要给他超度 他在上面都会笑你 我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个 就好像你家的狗 我咬一根骨头来孝敬你一样 那 他吃的都比你好 那就算不是 他都不知道得到哪一胎去投胎去 因为你要知道 六道轮回不是忍死的就做鬼 忍死的不是做鬼 即使是做鬼 也不是说 你给他他就吃的到 不是哦 如果生药的话 火头实在也没有饿鬼 为什么 把那么多阿罗汉 其他人不用就木箭园就好了 七粒片十方 对不对 哪一方的恶鬼会恶当 何况现在还有阿罗汉 兵陀鲁佛罗多多还没入念 对不对 他大花十杯一下就好了 不是 夜报不能这样 就是说 个人作业是个人受 你可以影响他 你可以影响他 就是你的观念影响他 你的行为影响他 让他跟你学 那么让他跟你学好 那因为他跟你学好 你的好他学了 那么这个好就有好的果报 是这样的 那如果他没有跟你学好 你做好了 那么你把夜回向给他 送给他 他就可以得这样好的果报 佛法没有这样的事 这样的话 我们不用请很多 请八十八佛就好 三千佛多先放这 八十八佛就好 对不对 那回向给我们就好了 他那么大十大佩 我们这种观念一定要改 你没有改 你没有办法在佛法上得到利益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做的事都是无益无利的事 天天就是什么 祈祷 然后专注的祈祷 祈求 前者的祈求 就这样而已啊 然后就希望天上掉馅饼 佛菩萨把功德撒掉给你 那么你一生的功德 我告诉你 没有这种事 你这样学佛 学到弥勒佛在来的时候 你还在轮转 这个你很浪费了你现在得人生 学习佛法 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不容易有的机会 就因为你的愚痴 因为你的邪见 那么这个机会就这样流动 很可惜啊 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现在佛教主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建立政见 等一下我们再来 好好讲一下政见 刚才刚才讲 这个佛法里面有两个观念 那么一直在佛教界里面 第一个 我们叫做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律说非律 非律说律 这个在阿安静里面就有讲的 而且特别提出来 佛陀时代就有了 但是佛陀时代很快就纠正过来 去问佛就知道 我们是没有佛可以问 所以 谁的影响力大 谁说了算 这样是不行的 是要认识佛法是什么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佛教 不知道佛法在讲什么 只知道哪一个菩萨功德大 哪一间道场 灵验比较灵验 哪里的观音菩萨最灵验 你们一定要讲普陀山 哪里的地藏菩萨最灵验 那九华山 要到九华山去办 足以得感应 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到哪里拜都一样 问题是 你知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他修些什么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殊胜 现在讲这个 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殊胜 就好像 今天我们举个例就好了 现在最有钱的是谁 如果台湾 我们随便举一个 比如说郭台铭 假设 因为我不晓得他是不是 但是郭台铭就给人家很有钱 假设他很有钱 那你说郭台铭 那你想象他那么有钱 那么你一定是看他是 他有什么特质 对不对 他历经了多少困难 他可以克服 他有什么智慧 他有什么福报 通常佛法都是智慧跟福报 他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他以前怎么受苦 后来怎么克服 他遇见什么问题 他有什么发现 他怎么处理事情 这一些 你掌握了他成功的特质 你也拥有这样的特质 你就基本上可以像他那样的成功 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没有 你把郭台铭的相取回来天天拜 那郭台铭一天念十万遍 名字念十万遍 然后你就跟他一样有钱 没有没有这种事 那我们现在都做这种事啊 对不对 那你把 你把郭台铭成功的领解 当作一本经在念 天天念给他听 你就可以像他那样有钱 不可能 我们念观音仆品给观音神菩萨听 念地藏经给地藏菩萨听 那个他讲的 他还要你念给他听吗 对不对 比你还熟 这个是他在告诉你 他在告诉你你要怎么成功 或是佛菩萨告诉你 这个菩萨是怎么成功的 像现在是佛跟文殊菩萨 因为文殊菩萨代替温 这个地藏菩萨怎么这么伟大 他的伟大在哪里 他的伟大 他跟我们说过 地藏菩萨跟其他的菩萨不一样 地藏菩萨不离开这个世界 这一点会土 在这个五卓二世度众神 他没有 你看地藏菩萨没有净土 这一点完全继承世交佛 世交佛之前的佛 都是人寿两万岁以上 唯有世交佛在人寿一百岁 五卓二世下来度众神 地藏菩萨继承世交佛 他就在这个五卓二世度众神 他就在这个五卓二世 不离开这个五卓二世 那么这一点伟大 哪里的众生最痛苦 哪里的众生最难度 哪里的众生不可教啊 就是就像医生 哪个地方医疗之眼就圈圈 没有医生没有护士又没有药 那病又特多又特难产 他就去那个地方 没有相当能力去那里找死啊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药啊 你要用药没有药啊 要护士没有护士啊 要医院一个隔离设备 或是一个消毒设备都没有 但是你就是去那里 这种人不容易啊 所以葬干这种 其实是这样 那你要学习这种精神 他就是告诉你他为什么那么伟大 立和愿修和喜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讲 律说非律 非律说律 就是说这样的规矩 不是佛制定的 你却说是这个是佛说的 佛制定的 那么佛制定的这样的规矩 那么你却说不是 法也是这样 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法是佛说的 你却说不是 你却说这样不如法 那么不如法的 外道的法 你却说这个是佛法 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 学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大部分的人不敢讲 不知道 第一个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第二个知道了 不敢说 不想说 为什么 要跟人家 就是 你却说不要打人家财路 或是也不要 也不要断自己的后路 就像这样 那其实 其实 你要知道 你学果如果没有正见真伤的话 你会因为邪见 会因为错误的观念 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心在哪里 你就依这个心造这个业 你有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久了 他会变成你的习惯 因为你多做些什么事 很简单 你多亲近鬼神 你以后就容易成为跟他们的倦属 你都亲近天人 那么你修的是天人的业 你以后就容易生天 你修的都是鬼神业 你以后就容易多鬼神道 鬼神道里面也有一些有福报的 那如果是比如说学果的人 学果的人 那么这一生也修善 也布施 也持戒 但是修的是鬼神法 你认为他会到哪里去 会成为鬼神 那你对佛法 比较倾心于佛法 你就成为护法神 就这样 但是也是鬼神 但是福报大一点 福报大一点 因为鬼道里面 有比较福报的我们叫做神 比较是神 那神 那你持戒比较好 你那个神的威德力就比较感应 但是还是鬼神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 都没有跟证件相议 跟证法相议 所以佛教主这样是比较可惜 一天 一年 十年 一辈子 你以为你在修行 你以为你亲近的是商宝 归依佛 终不归依外道天母 其实你只有归依的时候这样念而已 之后都是归依外道天母 归依法 中不归依外道学说 只有在归依的时候这样念而已 实际上你所学的都是外道学说 真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这一点想清楚 你今天学果情价实 都怕圣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我们 那么 因为 学果要舍掉一些世间的欲乐 当然有些也不是完全 就是说 我们不能做什么 不能准手 要去做什么 要去做什么 那么我们这么用心 不外乎就是 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提升 我们生命的品质可以提升 我们生活的品质可以提升 那么未来 未来 我们不用再受苦 但是如果你的方法不对 那个因不对 那个果绝对不对 人眼睛讲 因地不争 果遭处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佛法就是讲因果而已 这是第一个 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律说非律 第二个就是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这个其实就是观念上错误了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因就是你这样的 你这样的行为 并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你这样的行为 没有办法导致这样的结果 但你却一直认为我这样做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俗证 就好像你送经 你只要把这本经送完 就会有功德 你只要念佛 我就会给你功德 那你只要念观音菩萨的名字 那么你就求乃得乃 求你得你 那么有时候我们都是要分清酒 这里面有时候会这样讲 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非因即因 就是这样的行为 并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因为行 行就是业 那么会得到果报 业会有果报 业果业果 那么果成熟会受报 所以我们会讲 果报果报 因缘果报 那么这样的因 这样的缘 就是你这样的心 那么你持续做 你造这样的业 你的心去造这样的业 这样的业成熟了 会受这样的报 它中间就是 它有一个因果关系 那么你先要弄清楚 那你并不是说 比如说我就持这个做 持完了之后 那么我发愿做什么 然后他就会拥有什么 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用那么多 讲那么多道理 对不对 就叫你做什么 其实他不用讲 佛法从来就是这样 你看 不即使是地藏经 他也会跟你讲 那地藏菩萨 为什么这么殊胜 殊胜是一种果报 那这殊胜从哪里 这是我们读地藏经的时候 通常就是 这个是在战战地藏菩萨的殊胜 有这么大的功德 因为他这么殊胜 所以他可以把他修行的功德给我们 没有 这个叫做非因即因 那么你现在修到这个程度 并不是究竟的程度 或是你修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结果 并不是佛法说的结果 比如说你正出产 那么你觉得正出果 得事产觉得正阿拉罕 或是你觉得正是果 那你修苦行 你觉得我只要吃苦 苦尽了我就能解脱 这个叫做非因即因 你吃苦为因 但是你希望能够解脱 但是你单单修苦行 是不能得解脱的 因为解脱 并不是因为你受苦不受苦 而是因为什么 你有烦恼没烦恼 你有没有断烦恼 那最根本的烦恼 是否见我爱 那么并不是跟你有没有吃苦 没关系 但是吃苦 如果吃苦 那要看吃什么苦 佛法的吃苦又有两种 有意义的跟无意义的 有意义的是训练你的心 训练你的心 这个叫头头行 无意义的是 你这样做也没有百百吃苦 没有意义 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那么也很用功修行 但是有一点点像外大的徒刑 比如我用功 那么佛无上会看得见 自然会有果报 我告诉你 不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观念基本上就错误 因为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有相应于这样的功德 你才会有这样相 得到相应于这样的果报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 那么我们的佛法基本上 现在的大部分都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所以你现在所得到的 并不是佛法 就是说并不是佛法里面讲的真正殊胜的 就好像几个例来讲 认为说 我只要修行修到有神通 那我就是有成就 佛法的成就不在于神通 在于什么 在于清静 那么就是佛法真正的成就 不是因为你有没有神通 而是你亲不亲近 你有没有烦恼 你有没有烦恼 不是你有没有神通 但是有些人会把 你能不能吃苦 你有没有神通 那么这用来表示这个人有没有修行 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 那这个叫做什么 非果即果 那么这种观念 我们一定要先去除 因为你会让你从 你说这个人有修行 因为他常常看见观音菩萨 梦见观音菩萨 不一定 他念佛的时候看见阿弥陀佛 那就表示他有修行 不对 不一定 也不能说他没修行 但是真正佛法的修行 不是你看见的佛 而是你的心行 你的愿 你的行跟愿 跟佛菩萨一样 相应 相应于佛菩萨 而不是感应于佛菩萨 这个一定要先知道 你感应是一种果报 那么这样的果报不代表 你即使见了阿弥陀佛 那也只是见了阿弥陀佛 佛陀时代很多人都亲眼见佛 见释迦摩尼佛 那还不多的事 那提伯萨都跟在释迦摩尼佛 身边修行 还跟他出家 他也度三二道 他不是度三二道 他是度地义 佛弟子不是只有提伯萨都一个度地义 很多很多地义 也有很多度地义 那正当然更多就是 他要心行相应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的愿 你的心 那么我们修行 基本上都是发心跟立愿 那么你发心立愿 那么你入大修行 你才真正进入佛教的门槛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 没有进到那个门槛 在旁边看 哇 好殊胜 好殊胜 祈求拜啊 然后把里面的殊胜 带出来给我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看见大部分的佛教徒 那么都卡在这一关 然后就觉得 那么我要念什么经 功德比较大 我要拜什么菩萨 比较容易感念 我要念什么咒 功德可以增加几百倍 像比如说 你念完这部经之后 有些人就会讲 你念这个咒 正过你念几万部经 那你念这个咒 念了这个经之后 再念个什么 功德就会增加一千倍 一万倍 这样的说法都不是佛法 都不是哦 如果你要让你送完经 念完佛 识完众 拜完佛 拜完颤的功德增加 就是你的心要扩大 你的智慧增加 你送完经之后 你的智慧增加 你明白了修行的道理 修行的宗旨 有正确的发现 你去修行 那你的功德就增加 你的心扩大 你的心越来越大 就是扩大量大 你的福报就增加 你的心的纯净度 越来越清净 你的智慧就增加 不是佛给你的佛子 不是告诉你方法而已 佛菩萨不过就是告诉你方法 藉由他的名号 藉由 因为你会念他的名号 就表示你相信他 那你相信他 你会去研究他 你会去了解他 这个人到底做了些什么 就好像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漂亮 假设这女孩子的话 你的皮肤变好了 告诉我你是用什么化妆品 用什么面膜 对不对 那你回去不是 你回去你就拿来敷 你拿来用 你要用噴他一样的 对不对 你用什么时候用要怎么样 你这一套学回来 你就会跟他一样 一样的道理 那你没有 你只是把他相片拿来拜 拿来念 那没办法 把那个面膜的名字拿来念几遍 那我们现在有点像这样 那这样是不可以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佛的人 最欠缺的就是证件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证件的问题 那现在这里是讲到 因为他这告诉你们 立和院 就是 所以他都会讲因地 你看佛菩萨都会讲因地 为什么 让你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 所有的佛菩萨都是我们的典范 学习的对象 那只是因为每一个佛菩萨 入门的方式不一样 那么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 就是每一个有很多成功的人 但是每一个人成功 成功的原理都一样 但一开始入门的那个不一样 那么有些人比如说他是学书法 有些人是学音乐的 那么不管你喜欢音乐 你就跟学音乐 你就跟贝多芬学 你喜欢书法 你跟王羲之学 那么基本上成功都必须具有同样的特质 但是入门不太一样 所以有很多佛菩萨 那我先这个学 我跟他比较相应 相应 相应 不是感应 相应 相应是你的心 你的行为 要跟他一样 他做什么 我跟着他做什么 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 所以他会给你 像地藏经也是这样 地藏经也是这样 那我们通常 地藏法文就是把地藏经送完 然后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然后再念一个灭定叶真言 那个就是修地藏法文 不对 你要先了解 地藏菩萨伟大在哪里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伟大 他是发什么心 立什么愿 修什么行 修到什么程度 变成这么伟大 然后你不是知道 我们一般都念完就算了 念完了我们就觉得 地藏菩萨 重灾 我们念完了重灾 有没有念错 有没有念完 要念到一半没有念完 我就觉得 这个功德缺了 缺一半 不是功德真正缺一半 是你只念没有做 他不是缺一半 他是根本就没有 看开始都没入门 不是你念尽一半 也不是你念错了 中间这个字念错 不是 而是你念的时候 你只是念 你也不知道在念什么 念完了也没有依教共习 所以你看嘛 卢斯我文中间就讲什么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 佛法一开始 特别是大圣经典 最初面最长 最前面都是如是我文 最后面都是什么 依教奉行 那依教奉行的前面是什么 欢喜信受 欢喜信受是什么 就是这个经里面讲的道理 你听了 欢喜 欢喜就是什么 你听明白了 而且你知道这样有道理 所以你心欢喜真的是这样 这个是我需要的 这个是我需要的 我想要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那我是在天好欢喜 欢喜而且信受 你相信你接受 然后回去怎么样 依教奉行 那没有我们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依教奉行过 就天天无私我文而已 然后后面念一遍 然后那个欢喜信受 依教奉行念给谁听的 你给地藏菩萨听的 有用吗 没有用 真的 念佛也是这样 彼佛一拜 罪灭何三 那么念佛一生无真无量 释迦牟尼佛 是为什么成佛 阿弥陀佛又为什么成佛 他是念四字架王佛成佛的吗 不是 释迦牟是念迦瑟佛 念南登佛成佛的吗 也不是 他都是累积修行成佛 即使地藏菩萨也一样啊 所以我们要先弄清楚这个道理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 你就一辈子都在宋经念佛拜餐 你一辈子都没在修行 你把宋经念佛拜餐当做就是修行 这个是很大的错误 不可以这样 这样你学佛浪费 浪费你这一生 遇见佛成为得人生 来学习佛法 但是你也不白做 你就是有一些功德 但是因为你的观念不正确 你跟那些邪见比较相远 跟鬼神比较相远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 你的证件就半起婚半起婚 你越来 因为你这一世都跟谁在一起 多修些什么行 你下一次 依你前辈这个修行 你就多跟谁在一起 那么多做什么福报 那你想想你这一辈子都没有证件 都跟那些没证件的 那么一起一起都讲感应的事 你未来会有什么福报 那很简单的道理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大家都好像不要不快 不关痛痒 我告诉你 你这一辈子这么努力用功 结果没有得到你想要的 还得到你不想要的 真的啊 你都没有想过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所有的果报都跟业有关系 所有的业都跟你的心 你的缘有关系 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他这里会强调 什么样的心 什么样的行为 你会得什么样的福报 像这里有三种发心 那一样 都重在发心 那么我们现在 你说皈依佛 你真的皈依佛了吗 皈依是什么意思 皈依佛就是向佛学习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你觉悟到什么 你没有 你只知道佛觉悟 你根本就不晓得佛法是什么 是什么 不知道 那佛要我们做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你就是天天念佛拜佛 他天天念佛跟你讲的经 然后你就觉得会有功能 从来不是这样的事 你这样不叫做皈依佛 皈依佛就是要向佛学习 我从此到过觉悟 觉悟是什么 觉悟是什么 我以前迷迷糊糊在过手 现在没有 现在我清清楚楚 我为什么这样做 我这样做之后 我会得到神 我要得到这个东西 我必须要这么做 我现在这样做会得到神 因为你很清楚 你不会人允议语 人家说你只要这样做 你只要把这个皈念体变 你业障就会消 你只要写个牌位 你就可以超度你的祖先 你只要怎么样 你不晓得因果关系在哪里 你只是说 反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我也不晓得这样做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就将近要这样做 可是你也不真知道你这样做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结果 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 你弄不清楚啊 我们学果就是要把道理弄清楚 不是迷迷糊糊 不是迷迷 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 你说盖往生背能不能往 迷迷糊糊我们不知道 但是因为不知道 但是有盖总比没盖好 你们就这种观念啊 对不对 但是有盖比没盖好吗 有败比没败好吗 对不对 你没败 没有邪见真上 有败有邪见真上 因为你相信了嘛 你心里面认同这个 他不一定比较好 是不是 因为你的心 你的心 他本身就是一种业 那你这个心造作出来的行为 又是一种业 就生口一业 那你生口一业 没有跟贪跟撑相运 但是跟什么相运 跟吃相运 跟鱼吃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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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会剁什么道 剁刀道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 我们现在 你想想 以前之前那个 之前那个百丈残肢说法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老者 狐狸化人 他为什么会剁狐狸身 五百次的狐狸 也狐狸 观念错误 很深的观念错误 他认为大修行人就不落因果 就没有因果啦 观念错误 你看 他那修行那么好 修行那么好 也多畜生生 可是他是变化的 那我们要了解这个 一定要先跟政见 所以八丈道第一个是什么 政见 那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国地址 没有政见 没有政见 嗯 然后 然后 嗯 就是 但是他 嗯 对 嗯 对 嗯 他学大 嗯 但是他 这个要看 因为他现在做 还要了解他 过去是 有没有具足 如果他过去是 已经有具足这种智慧 那么他这样做 有 就会渐渐趋向 从有肉到无肉 就是说 他会 他会让他过去的业成熟 因为我们现在在怎么修 我们都没有办法 真正是无所得 因为我们是有肉的在修无肉 有有为的在修无为的 我们是由我来修无我 你再怎么关注我 你还是永远有我的心啊 对不对 那么无所得 其实是无我的心啊 你不可能有无我的心啊 但是 因为你这个是趋向无我 就趋向解脱的 我们是在没有解脱的状态 来修解脱心 对不对 在有我的状态 来修无我心 那么假设你过去 已经有这样修过 那么你这样修 很容易就 很容易就正的无我 假设没有 那就不一定 那你现在这样修 假设他是正确的 就是说 他会慢慢 他的因缘好的话 他的因缘有些人就会教他 或时间到他自己会理解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假设没有 他过去的智慧 没有累积那么多的话 那么就很难讲 他有个人会带偏 所以一定是有的 因为你在怎么修无我 你是有我的先在修的 但是他是趋向无我 所以他最后有可能得无我 那么他如果先有一个无所得的心 但是他应该去了解什么叫做无所得 大悲心 菩提心 跟性空位 他就是无所得 那真正的无所得 就是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他叫做无所得 那么对于他没有 不会执着 真正的无所得是不会执着 不会执着他 三心嘛 然后他也是嘛 比如说布施 不会执着我 布施给这个人 他不会有这种执取 他只知道他要这样做 但是如果他真的就是造 比如说佛法教我们要无所得 他有一个信念 我要无所得的修 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念 他一开始是个好的 一开始是好的 但是如果他后来的永远不好 他还要远的问题 有些人 这个像我们一开始学果 我们也不晓得佛法是什么 考在哪里 他说他带我来学果 我就学了 我就归一三宝了 但是归一三宝之后 你到底是真的归一三宝 还只是假的 就像我们想的 那国教主很多 那么他到底是跟证件相应的 还跟邪性相应的 就不一样了 那么在于他的远 比如说我不要做好事 但是这个人告诉我 比如说你回教 告诉我 你去杀子这个异教主 他就是好事 就是神应可的事 他就去做啦 你像佛教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将决摩罗 将决摩罗不是要解脱吗 他去他师父那里 结果因缘臭臭复杂 就变成 他师父说你先要砍 做人骨念珠 108颗的 那么你要先有这个念珠 你才能修行 我才能教你解脱 如果他到处去杀人 他远不好 他遇到的远 但是他的心是好的啊 他是要求解罗的心啊 他远不好 因为他智慧又不够 如果他智慧过 他会觉得这样不对啊 这样 他自己就会转回来 像有些人 像我以前我也去过 卢森院的道场 那么也去过那个 一贯道的道场 也去过那个清海的道场 但是我们就会觉得 这样不对啊 我们自己就出来了 知道 那有些人本来是对的 人家说这个比较出色 他又带进去啊 不一样 原不一样 如果你自己的因 你自己本身就具有善根 你不容易影响别人 别人容易受影响 如果你的善根不具体 就是智慧不具体 那么别人很容易影响你 你不容易影响别人 但是这个人现在是好的 迪伯道说刚出家也是发好心啊 对不对啊 他也不是恶心来出家的啊 但是他以前的这个月圆 他没有人 或是说他没有因缘可以修正的话 那么他就越走越偏 一开始我们学伯都是好心的 学坏心来学伯的 那出家也是这样啊 谁是坏心来出家的 当然也有啦 但是有一些是没有得吃 没有得住来出家 但是出家之后受到很多的影响变恶 有一些是迪伯道说他也很家也有钱啊 他不出家也很好过日子啊 他也是王子呢 但是渐渐学坏 那有一些是本来 本来就好 后来更好 像自家蒙古 那有一些是本来不好 后来学好 那有一些是本来好 后来学不好 那有一些是本来就不好 后来也学不好 就这样 这佛法叫做从名入名 从名入名 佛法讲 是有自己的这种人 他是这样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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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先解好 要先跟政见 政法结远 你未来 就是你自己的本身 具足的也没那么好 但是旁边的人会让你 就一直推着你往那边走 那如果你有能力 你会带你一群人往那边走 如果你没有能力 这些有能力的人 会带着你往那边走 所以要先解那个政法的脸 为什么刚才先跟大家讲这个 你第一个你内心有政法的脸 这个最重要 假设没有你一直跟政法结缘 你未来你绝对不用担忧 因为你就算要走路写法 很多人不会让你走路写法 因为你跟这些人那么有姻缘 这些人 你现在的脸在哪里 你未来的脸在哪里 你现在在哪里结缘 你未来就在哪里 跟这些人还会在相聚 为什么 一切都因缘 你的缘在哪里 你的缘在哪里 你的业就在哪里 你的业在哪里 你的果报就在哪里啊 今天我跟你有缘 那么你不用担心下辈子一定会在见面 是善缘跟恶缘 善缘的话互相成就 恶缘的话互相伤害 那么善缘的话大家 手拉手 走向成佛之道 然后恶缘的话 大家 大家 你推我我推你 走向善恶道 完全这样吗 不知不觉中就去了 你也深不由己 他也深不由己 所以为什么说要先大家先观念先树一真主 那么我们的行为 一定要相应于我们的心 那么你没有这样 我告诉你你天天 以为都在修行 是啊没有错 修行是修什么行 鬼道行也是行 天行也是行 人天行也是行 解脱行也是行 承佛之行也是行 行就是什么 行就是照做吗 行就是照做而已 那么如果你说 我这样 你没有解脱的心 没有解脱的意愿 没有相应与解脱的行为 那么你 你就这样做 这样照做你就可以得解脱 佛头讲的吗 你要收福报 印度当时很多人修福报是什么来的 大牛 大亚 祭天 有没有 这样想要 因为 我有钱我杀多一点 表示我的情 那么我从 因为我福报从哪里来 福报从天那边来 我福报从天那边来 天官是福吗 以前的人是这种观念吗 我要好好的侍奉天不可以得罪他 我得罪了他 他会给我苦头吃 会降灾难给我 我侍奉好他 那么他会降福报给我 所以大部分的修行都在什么呀 奉献 服事 这是天神 那我们现在的佛教徒 虽然 不是这样 但 一样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场内奉献 不是佛菩萨而已 你真的照佛菩萨的意识做了 没有 他只是把天神换成佛菩萨而已 当然有些人也杀鸡杀养 共养佛菩萨 那佛陆 那佛陆讲 你没有杀生 你杀这么多 你杀这么多牛跟羊 去侍奉这个天神 天神也不会给福报给你 你自己还会因为杀牛杀养 因为不是天神叫你杀的 是你自己想 那么 你自己会在杀牛杀养 这样 短命多病 有可能剁三二道 再来做你的时候短命多病 是天害你的吗 没有 是你自己害自己 而且你还害了天 认为这个是天神需要的 那我们也会这样 佛菩萨没有叫你这样做 那你却觉得 有很多人 做了之后没有感念 他就觉得佛菩萨不感念 从观音菩萨 念到地藏菩萨 从地藏菩萨 念到要师佛 从要师佛念到阿弥陀佛 又从阿弥陀佛 一起念一几天不知道念什么 反正就是这样 一个换过一个 没有 你的行不相应 行不相应 心不相应 行不相应 你的业不相应 火爆不相应 这个一定要先知道 那我们说 世间就四种人 明 就是智慧 到什么 从智慧到智慧 就是他越学 都是在智慧中行 圣见相应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他想得什么就能得什么 他想生人天 他知道做人 至少要武戒 生天要死上 如果你要生社界天 你还要有禅定 他知道要这样做 他就这样去行 那么他求什么就得什么 因为 有智慧 一切 佛陀说 一切的痛苦 都从愚痴中来 不从智慧中来 一切的善法 一切的无报 都从智慧 因为你清楚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要想这样 你必须怎么样做 那么 所以从明到明 从仁天 到初三界 到从生文到国 那么你要解脱 你要成佛 都可以 你求什么就得什么 真正的事 因为你 你求什么 你得什么 求什么是什么 就是心愿 立何心发而愿 你要得什么 是什么果报 这个是因 这个是果 因跟果之间必要有业相愿 因为这个是果报 他必定要有业相愿 业就是什么 行业 你的造作是什么 你成就了什么 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成就 你要知道 从明到明 你完全清楚 你知道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理论 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方法 那么你才能够成就这样修行的书胜跟修行的功德 因为你的书胜跟功德 像这里在讲 地匠菩萨的书胜 地匠菩萨的功德 那么他一定要 他的 就是他的理论是什么 他的方法是什么 他的次第是什么 所以一本经都包含这三部分 一开始 读书我们之后就是修行的宗旨跟理论 为什么这样做可以成就这样的功德 他那个理论 那你怎么样做 比如说你修 你发出离心 修三 修三 无漏血 三血八正道 你可以得解脱 它是一个 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 那什么是贱 什么是对 什么是会 那么你很清楚 要怎么做 你清楚了 你也确实这样做了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 这一套理论 修行的次第跟方法 修行的宗旨跟理论 那你告诉你 你告诉你 你想得幸福美满的人生 那么这个是人天 你要你要发真上神仙 你想出三切 你要发出离心 你没有发出离心 你出不了三切 你的那个心都没有 心没有 不会 因为你没有那一种 意愿 你不会一直去做那件事 可做可不做 那么 所以基本上 他一定要跟心形相应 你的苏圣 果报 苏圣是一种果报 你的苏圣跟功德 不管你要有什么样的苏圣跟功德 他必须跟你的心形相应 所以 菩萨的心形 修行的心跟行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我们忽略掉这个 我们只是 那么 一直在探讨 送哪一本经功德最大 练哪一个菩萨比较容易感应 在什么时候 练 比较容易感应 练完了要注意一些什么 是不是 要 要烧香 要花 要供的时候要释果 不能少 少一个 这个香 要用什么香 要没有灯 不能让它灭掉 我告诉你 这个月没关系的 你每点香都没关系 点香只是 你对佛果的恭敬而已 表达你对佛果的恭敬 是不是 那么 你有多少能力 你 尽心尽力来做 只是这样而已 那如果要真的要这样 没钱的人都不能修行 不是这样子的 重点在你的心跟血 那 佛法里面你看 他就是这样 从明到 从智慧到智慧 那有些人一开始是好心的 那后来就慢慢慢慢 越来越不好 为什么 他不知道 他一开始也不是完全清楚 但至少没有那么糊涂 那后来 越来越求感应 越来越糊涂 就走向鬼神道 他还以为 他还以为 他是学佛法 归佛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清楚 不再迷迷糊糊过生活 那佛为什么成佛法 告诉你佛为什么成佛 那么皈依法 从此过智慧的生活 不再过颠颠倒倒的生活 你颠颠倒倒你的修行也是颠倒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因果 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做你却这样要得到这样的果报 这样就是 这样就是错误的 那就是会因基因非果计果 这个叫做颠倒 那你认为 你就写个牌位 丢少钱 然后请法师送去 然后他就帮你消灾 法师自己送经都不能消自己的灾 我告诉你 真的 法师他自己送经他都不能消自己的灾 他还能送经消你的灾 如果你也相信这样那个叫做颠倒 那如果 法师自己知道这样不能但是他也这样做 那个叫做忘了 他不知道他叫做颠倒 那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都是这样颠颠倒倒 无知吗 真的是 所以我们学果第一个就是要证件 要先知道 修行 修行 轮回痛苦的第1个原因是什么 缘起第1个是什么 古明 古明 粗一点的讲就叫做无知 不知道因果 不知道业报 那么细一点的讲 不知道无我 就是这样 那粗一点的讲最粗的你都没有过 就是你不知道因果业报 因果业报什么因会导致什么果 什么果必定会有什么因 什么业会有什么果报 什么果报必定有什么业 你都不知道 你想想你想想你在写牌位在点灯的时候 在念咒要消一切罪业的时候 你知道 你要消一切罪业你要超度 你要消灾你要增补 你的因是什么 你没有你不晓得这样跟这样的关系 这样做为什么可以得到这样 想得到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做 你不知道 那你就这样做了 那不是无知那是什么 那不是无明那是什么 那不叫做颠倒那叫做什么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弄清楚啊 真的啊不然你们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这一生 清净佛法 结果清净的都不是佛法 对一世人知道对不对 又不知道怎么办 又不知道还更糟糕啊被事业干啥 对不对 要死才知道跟错那还不错下一辈子可能还有可能赚 问题是到死了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要讲给你们知道 真的 如果你不从现在开始改 不从现在开始纠正 纠正你的观念 纠正你的行为 你未来的果报就是在这样 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嘛 佛法是很现实的 佛陀来也不能改变这一种啊 佛陀也不能改变如是因如是果 他只是告诉你 你必须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怎么样 即使他的儿子 罗霍罗 他的太太 耶稣陀罗 他的妈妈 摩爷 以及他的姨母大爱道 他的爸爸 他都是告诉他这种道理 我们前面不是讲 去上上到一天为他母亲说法 他也是先告诉他这个道理啊 然后叫他要修啊 你说你是我的母亲 所以你可以少修一点 也没有 你是我的儿子 所以我加持你 你可以少修一点 也没有 佛陀都不能超度他儿子 不能超度他母亲 不能超度他父亲 不能超度他的 顾恶 不能超度把他养大的 大爱道 你认为 其他的法师可以超度你的祖先 他比佛陀还厉害 哪有可能 唯一能够超度你的祖先的 是你 他不是你念经给他 是你以后有成就 像佛陀这样的成就 他受你影响 因为他跟你有姻缘 他未来 会相信 会跟着你 你带着他修行 他 他 因为他相信 所以你是 你是最能影响他的人 那么他受你的影响跟你一样好 即使是这样 佛法的回向是这样的道 那我们现在不是啊 你的送养不经就回向给谁 佛不会送 对不对 他怎么不回向给他的那个 那个家族 他的父母亲 他怎么那么麻烦 想要到道一天说法 他在底下送就可以了 他在底下送就可以回向给天上的 我们也是 在这边送 他回向给我们的祖先 也不知道他在哪一道不知道 但是你就可以回向 那佛陀怎么不知道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道理 不要颠颠倒倒的过神 不要迷迷糊糊的学佛 不要颠颠倒倒的学佛 归一佛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不再迷迷糊糊的过神 归一法 从此过智慧的生活 不再颠颠倒倒的过神 归一生 从此过亲近的生活 不再烦烦恼恼过神 因为生是什么 生就是要求解脱 要处理的 那么是依着法学习的 依着法学习 他一定有三个趋向 向善 向善 向解脱 就是 他会离那个恶越来越远 所做的事 都是有意义的 有意有利 善 可以利益自己 可以利益别人 可以利益国教的 这个叫做善 那么他会越来越好 越修越好 越修越好 叫做善 向善向善 那么他最终会达到一个旧境清境 内心完全没有烦恼 你的烦恼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归一生 与生 和合 就跟生 跟舍利佛目见 你看起 跟阿纳 跟这个 跟这个 加流投遗跟这些阿罗安看起 他们以前也许 也许不好 像加流投遗 以前是六群比丘之一 以前是六群比丘之一 专门怎么样 专门在挡蛋 专门不守规矩 但是他后来成就的时候 度最多众生 他觉得他过去 就是没有好好休息 然后 觉得有一点点 因为他的行为不好 其实也没有不好到哪里去了 但是就是 他因为这样 他发行度最多的众生 相公属罪 我们 一开始不好 没关系 那么一开始好 那更好 但是最后 但是最重要 是后来好不好 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 从名入名 有些人一开始不好 后来变得很好 有些人一开始很好 后来不好 有些人一开始就不好 后来也不好 他自己没有能力修正 也没有人 可以让他修正 这个就很糟糕 所以我们现在要都跟正法结缘 这个是很糟糕 大家会在中道学习 基本上都是跟正法有永远的 那么 这个未来他基本上 你要堕落其他人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你会接近这么多人 你要走错 这边人人人说不行不行 你要走这边 他会拉你过去 那你没有你旁边都是跟那些 邪见的相关 你即使要走这一边 那背人说不行不行 把你拉到那边去 真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 就是 下课啦 先下课 我去拍摄 你会 我去拍摄 你 我去拍摄 我去拍摄 你 我去拍摄 你 你 你